另一方面工研院的发明又得奖了 这一回得到的是素有产业创新奥斯卡奖支撑的RD100大奖 工研院这次有高达六项的技术是同时的受到肯定 也是获奖数量最多的一次 产业界的奥斯卡奖RND100全球百大奖奖 美东时间11月1号晚间在佛州Orlando颁奖 虽然竞争激烈包括美国太空总署NASA还有Intel都有参与 但今年工研院依然表现突出 我们今年拿到六个奖是历年参赛得到最佳的一个成绩 我想这是对工研同仁很大的肯定 也给我们很多的鼓励 工研院获奖数量之多 就连主办单位RND杂志都赞不绝口 例如不怕摔的LED球炮灯 让罐头不会再残留致癌物双分A的技术 以及被热发电的应用 还有电表便利贴的发明 让大家可以轻松得知家电的耗电量 以往我们要安装一个电表 其实是要把它插头插插头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呢 看它非常简单 就是夹住我们导线 就可以量到这个它的耗电流电压 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它这个整个耗电量量出来 所以使用者很容易知道 它每一个电器到底用了多少电 RND100全球百大科技奖 从1963年开始 每年从上千件产品技术中进行评选 今年的获奖技术 也已经有好几家企业大厂 都准备要跟工研院洽谈专利使用权 更凸显出这些创新技术 即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东三财经新闻戴新一路念情 美国佛中Orlando采访报道